We Magic We Magic We Magic 这分钟我穿了 知识三尘外套 We Magic 真估得到 你爱死张加领态 We Magic 彼此都错过了 最好的那场戏 这分钟试下你与我 We Magic 我 其实想找回公饭 不想夹在女友和我妈妈中间 去到西餐厅我偏偏想吃中餐 过多几年忽然我变了个中心 We Magic 看下夹不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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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夹不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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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陳日君 Miss Winnie We Magic 大家好,歡迎來到 歡迎來到WeMatch 他很想的,他在眉水那樣 你說我,你們不要休息 歡迎來到星色賓館 我休息要這樣 好厲害,我都逼三次 好,歡迎來到WeMatch星色賓館 我們今天有網絡紅人李美琦,Monnie Lee 大家好,歡迎你 網絡的朋友通常怎樣稱呼你 通常都是叫我花名牛雜妹 你覺得這個名字怎樣 這個名字挺有趣,挺貼切形容我的出身 所以OK 我覺得好像牛雜糖,很好吃 牛雜糖?是什麼? 好像台灣那種 你沒理由不知道,台灣是很好吃的糖 我不知道 叫牛雜還是牛雜? 很少去台灣 牛雜,但之後是毒牛雜 所以不知道真正的毒雜 他一下機那一刻 就已經吸一口空氣,也是糖 噢,噢,噢,噢 我們今天的焦點是在Monnie Lee 是的,OK,美琦 至於Benny的空氣是不是糖 我們待會會… 都沒有揭曉過 OK,Hello 大家好 不要緊的,我們每一個嘉賓上來都會有一分鐘送給你 這一分鐘我希望你好好運用 令到所有的觀眾在這一分鐘那裡認識你 好 Hello,大家好,我是Monnie,牛雜妹 可能很多人認識我,是透過網上一些關於我的新聞 或者我曾經打過的報章 有些人的概念,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家賣牛雜的女生 一個學歷沒有其他人那麼高的女生 但是其實深入一點點,我也想讓大家認識我更加多 其實我感覺上好像別人覺得我讀書不好,學業不好 肯定不是 我真的,好多謝希望 因為我有曾經聽過有些人覺得我… 沒有理解他,你叫一分鐘 我們是要有什麼騷擾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不是讀書不好的人 其實我從小到大讀書都是正應班讀書的 我讀書不是特別厲害 只不過我又覺得不可以單憑讀書這件事 去定短一個人聰不聰明 我自己平時就…其實我很喜歡做運動的 我小時候是田徑都OK的活躍分子來的 還有是打排球,排球後隊 我很喜歡音樂的 我從小到大也有學彈琴 我以前是喜歡玩Quire的,喜歡唱歌 另外,我又很喜歡煮食 因為其實我個人比較窄 我沒有工作會喜歡留在家煮食,放狗 另外還有呢,其實我… 我個人的性格其實是一種自我矛盾的極端 我可以是一不做而不休的,很適合形容我 我可能有時候可以很多話講,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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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所以在很多不同的人眼中看到的我,其實也會很不一樣 我希望大家將來有機會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或者渠道認識更加多不同的我 多謝 你幾歲 今年22歲 22歲 差不多要 我聽你說話又不是很像22歲 我說話一般人都會覺得我比較老即成熟 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真的覺得我是 怎樣啊 現在還是很像樣子 17歲 其實我從12歲開始真的從小到大在店裡幫忙 或者是因為比其他童年的小朋友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 因為始終到了生意上 在餐廳你一定會有每一天都見到不同的人 可能有些是很斯文、很溫柔、有些是很粗魯 透過一些很基本的 就算是落單跟你說話的對話 其實已經是每一分每一秒已經在學習怎樣去對待不同的人 我想或者是因為這樣令到自己磨練了一個比較成熟一點的痛 那你覺得其實你觀察力也強 我剛才聽到你說的就是落單已經收到很多資訊 會因為這樣開始留意到 就是開始懂得看別人的眉堂眼睛 其實譬如一些小動作、很細眉的動作我會比較留意到 就是可能有個客人吃吃辣椒油突然間咳嗽的 那我知道他可能需要一杯水 可能你細心一點就說你不要一杯水啊 可能一種很窩心的行為就會假訓了 你還有沒有客串在家裡幫忙 他很想我去喝水 我昨晚也在店裡 我喝油啊 哇 喝油雜汁 那錢就跟他計算吧 OK 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我們十不相瞞 其實相處的時間應該是15分鐘左右 考考一下你 那你留意到Ms.Winnie Yeap什麼呢 說完她公平一點就說我 你只是在外形方面還是性格方面 外形就不要說了 沒有的就是這麼緊有的十幾分鐘 你留意到 觀察到剛才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些小動作 關於這位我們永恆的首席平民分色師 我覺得 你試試說你覺得她是怎樣 我覺得Winnie 可不可以就這樣叫你Winnie 加個傘就好像很老 Winnie這份人應該是都幾 我會覺得是smart那類型人 她可以同時可以做到很多東西分析到 就是剛才我們有做了一些小小的 你幫我摔一摔她的肚子 為甚麼 很壞 她的肚子 你先找到 嘩 我怕你找不到 她可以同時間 即是腦部 手部 或者一個人可以同時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另外第一個印象已經是很smart 另外就是一個很有規劃 很有邏輯 邏輯性很強的人 又是Alvina你 經常暴露我的缺點 上一集Lidia也是這樣 又是看到我怎樣跟她說話 這面是隱藏的 隱藏的 你讓Monnie先說 這個是我個人對你的感覺 覺得你真是smart的 你覺得是惡不惡 在我面前不惡 即是其實是惡的 你覺得 在背後我不知道 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一面 可能你內心那一面 某些情況對著某些人會曝露出來 你覺得Winnie這種女人 會跟你做到好朋友嗎 什麼這種女人 你說什麼 你很少要尊重 你這一頂的男人 我真的不申請你說話 多敏感 你這一頂沒有肚腩的男人 自己以為 這是什麼學校 跟女人說話 就要小心一點 用她喜歡的語氣 如果我剛才那句話應該怎樣說 令到我不會得到 剛才天顯色的回饋 可能這樣問會好一點 你覺得你跟Winnie 會不會可以做到 一個交心的好朋友呢 你覺得你跟Winnie 會不會做到一個 很交心的好朋友呢 假的 Garry長 免得再被人摸了兩槍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特別入了這行 更加覺得 四個嗨 其實可以跟到 不同的人做朋友 都是一件福分 總好多個朋友 總好多個敵人 但是至於交心 我又不會這麼減 我們一定可以做到好朋友 因為始終 我們都短短十五分鐘 我覺得需要時間 多點相處 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你很需要 跟Winnie 深一點的認識 即是交心一點 你會發揮你一些什麼 質素 令到這件事很快可以達到呢 我會不怕醜 你主動約Winnie出街 我覺得要真正跟別人做到朋友 跟他做最好的事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令他認識到我更加多 那你會約他去哪 譬如我約他喜歡吃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喜歡吃東西 你留意到Winnie喜歡吃什麼 留意不到 我剛才偷偷聽到他說的 我知道他喜歡吃榴槤 現在我喜歡吃榴槤 好厲害 所以我可以帶他去吃一些 吃榴槤的餐廳 我很喜歡吃的 你剛才說的那間我也有份吃 我看見他吞口水了 我繞這麼大一圈 你知道我其實是製造一個升降台給你 快點 給你的Garry Chan 是呀 Garry Chan 嘩 你是他的平台 這個不是我給你的 這個台漂亮到呢 但真的呀 剛才他丁起也要聽的 他的榴槤叫什麼 Doreen BB 好多說他有石 其實我都很榮幸地聽過 那可以了 已經是朋友了 我沒有覺得朋友了 榴槤之誘惠 兩個都是榴槤BB 兩個都是榴槤BB 榴槤BB那麼出名 我沒有覺得朋友了 好 看看他怎麼說你 我還想要抱過去 你以為大步抱過去 你以為自認母肚腩的男人 我想問一下 怎樣可以跟自認母肚腩的男人 可以相處到呢 我真的需要學習一下 其實我覺得 跟男性相處 其實最重要是個人比較真誠 因為我覺得男性相處比較簡單 就不喜歡一些人很裝模作樣 或者很嬌滴滴 或者我自己不喜歡太嬌滴滴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大家聊一下有什麼可以做到的事情 要先了解一個人 我又不可以太表面地跟你說 好 那我們又來了 剛才的短短15分鐘 你又留意到 記得啊 壞人 你又留意到 Kiri 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請你形容一下 她是一個 都挺nice 我也覺得應該是沒有架子的人 我覺得你們的眼睛應該有些事 你被人回答行不行 你這樣攻擊別人 沒有啊 不要說我攻擊你 我不想你攻擊她 因為剛才聽到她 跟我想她是partner 或者assistant 去溝通的時候 可能因為對方是女性 她說話的語氣都會是 都挺溫柔細心的 可能有時候對方不明白她說的話 她都會挺nice friendly 那個是我啊 我補充 你們兩個都有 即是互補 這個大魚不明白 另一個是最傻的 對於我來說 我暫時覺得是一個 挺nice 挺gentleman的人 那有沒有什麼小動作 我幫你問一下 小動作啊 你會留意到 是關於性格的 我反而是會 不是留意小動作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 挺不羈的人 因為她今天打了唐胎 絲絲紋紋紋 但其實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發覺她唐胎歪了 但她沒有留意到 即是她比較 應該不是很執著 這方面的事情 正好嗎 正好嗎 正好 那你剛才不提我呢 很熟悉啊跟你 剛剛你在遠處走過 你可以留意到 你在家裡看到人家沒有拉褲 你都提了 我不提 我看 是不提你 是不提 是看 你提醒自己 記住看 我又不用提自己 記住的 很厲害 我覺得很厲害 Monny 我不是很喜歡叫你做牛雜妹 所以我叫你做Monny 謝謝 很厲害 真的留意到 我只是看她 講那兩句英文這麼正 我就知道她不簡單 哪兩句呢 忘記了 我剛才踩到她 然後她 你不要經常把自己對別人的事 這樣顯露出來 大阿瑪 大阿瑪 死了 剛才採聞的時候 她講了一句什麼呢 她講了哪兩句英文 我真的忘記了 但她的咬字非常正確 剛才她講寶寶那天很棒 謝謝 真的有T音 就是T音的那些 T音的那些 不是T音的 不是T音的 不只是T音的 真的忘記了 或者因為我以前 其實我在英國讀過兩年書 因為我當時讀書的那間學校 是沒有中國人 都沒有香港人 我自己享受那個環境 可能學習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才會覺得她讀書不錯 是的 所以很少可 其實每一個嘉賓 那一分鐘 我們從來是不會有禁止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Sail Winnie忍不住 在後備席那裡衝出來 因為她說她讀書不是很好 是的 她即時忍不住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前瞻性的 非常之沒有禮貌 當然底部是沒有禮貌 我都是長期受你影響的 我們人的相處都是互相感染的 所以Monnie你真是恩主 我會小心的 我會小心一點自己的言行 希望不要令大家不高興 哇 今天是嘉賓 整間買三重彩 我有少少喜歡她 有買三重彩 一定買其中一款 我真的覺得健 你兩個明顯到這樣 肯定要買 我真的有少少喜歡她 少少就很喜歡她 所以剛才我的問題是 你們可不可以做一個交心的朋友 我沒有人會做朋友 我喜歡她 我和你很朋友 但我不喜歡你 你這樣也分不到 你試一下分析 可以了 剛才 葉小姐的對話 我們不要再分析了 我們先問Monnie 剛才 我覺得她很坦誠 她也有說她選港者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其實你是怎樣 其實我想知道 你為什麼這麼想入行 為什麼這麼想入行 其實這個 或者是每個人 小小的夢想 的原因 我真的從小到大 都是很享受 踏入一個舞台 然後得到大家的認同 那種感覺 我是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表演方面的事情 無論是唱歌 跳舞 上台做主持 我小小的都是一個活躍分子 我覺得 其實我自我認為 不是表達能力很強勁的人 我平時的自己 不太喜歡跟別人說很多話 或者解釋些什麼 可能別人有誤會 或者怎樣的 我就會由她算 但是當譬如有鏡頭在面前 或者當踏足一個舞台 大家在自己身上 我就會很希望 可以令大家認識到真實的我 而很希望可以表達到 很多不同的訊息給大家 很享受那種 受大家的關注 然後表演得到大家認同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從小到大都很享受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是很適合做這個 我想問一下 你最記得得到很大的滿足感被認同 或者在台上 是幾歲 在做什麼 其中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中學的時候有玩啦啦隊 每年運動場都有表演 我自己有其中一年 就是我有份排舞 我是排舞師 那一年排舞 因為大家其實都很努力 我們以前上中學是朝八晚五 是比其他人特別長 但是我隊伍的人 大家都很團結 都很想做好 每天都去練習 到表演出來那一刻 大家都很欣賞我們 我看到每一個人都很專注 看著我們跳舞 而最後我們那一年是拿了冠軍 我覺得那種成就感 那個獎牌不是最重要 是得到大家的專注 那一刻很有滿足感 其他東西取提不到 我有點驚訝 那一次最難忘的 就不是一個個人性 不是一個個人性 是大家都有份 OK 這個又令到很印象 因為很多時候想起來 應該都是很個人性 因為全場的認同 是一個焦點在你裏 但原來是一班人的 我會覺得成就感是原始 因為舞是我編的 你選港姐的時候 就爆出了牛杂妹 其實有沒有影響 對於你的恩選過程 對於恩選過程有沒有影響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主辦單位 你覺得而已 我自己覺得 或者多多少少 我想其實不是一個主要原因 我自己覺得樂觀點 不用把每件事都想得太複雜 那時候Audition 有沒有問你這些問題 例如說 之前也有報章報道 有沒有提過 其實我只是去了第一輪面試 第一輪面試是很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 在評判面前 講完一些很基本的資訊 那就拜拜 其實我只不過是 踏入了首輪面試 第二輪我都沒有原進身 所以其實 他們可以跟我交談到的時間 真的不多 多久了?兩分鐘?三分鐘? 我想三十秒左右 三十秒左右 我們剛才短了 那你覺得那三十秒 你覺得發揮成怎樣 其實很難說發揮 不發揮 老實說 他們只會 要你的名字 年齡 職業 學歷等等 還有 我想會憑一些 之前可能填過的資訊 還有 看一看你的樣子 身形 我自己比較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個 小肥妹 現在 我本身也是個小肥妹 其實 可能 始終如果你要做港仔的話 還不是一個最完美的狀態 加上今屆 其實很多的佳麗 其實身材都很好 我覺得 因為這方面 第一印象 不算是很好 所以自己沒有原進身 會不會再參加過 暫時沒有這個考慮 暫時沒有這個考慮 嗯 是的 她參選也希望入行 是不是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我曾經也有很宏大的理想 希望可以做到港仔 之後可以履行一年次 還有可以 我覺得這個銜頭 是很代表香港女性的感覺 我自己也曾經很渴望 這個銜頭 是一種遺憾 我想了解一下 你們喜歡吃牛雜嗎 其實我喜歡吃牛肚 我喜歡吃牛肚 就是剩牛肚 對 牛筋牛肚 蜜蜜呢 都可以的 其實你自己喜歡吃 我自己很喜歡吃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吃 是嗎 不知為何正常 通常你說那些做餐廳人 自己做那一行就很討厭吃那樣 其實我們家裡的人很奇怪 有時候吃晚飯 你煮好了晚飯 然後覺得 好像不太想吃 我們會自己去做粉麵吃 就是炸牛肚 是吃了這麼多年 內燒也很好吃 都還是覺得很喜歡吃 其實牛雜最精貴是牛膀嗎 牛膀嗎 其實不是說哪一種東西是否精貴 因為我發覺每次你叫牛雜 就是只有一片 最少的 還有很多人是特別喜歡吃牛膀 這個位置很少有 其實都不是 一隻牛有一大片 不過你說最精貴應該是崩沙嵐 因為崩沙嵐一大隻牛 只有一小隻牛 還有很多時候你想要有貨都未必有 其實很看個人 我覺得吃東西和其他各樣東西 都是個人口味最重要 嗯 OK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就會再跟Monny 了解一下牛雜以外的區 或者牛雜以外也可以 OK